大家好,我是司徒文俊 有很多的聽眾聽到 你在這個節目有說到 你會吃雪茄的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首先我要講清楚 我純粹是吃的 我對雪茄沒什麼研究 也沒什麼知識 不過既然幾位不約而同 好幾位聽眾 要求分享一下 今天就不講其他飲食食 講一下雪茄 雪茄其實我經常都說笑 我人生有兩大習慣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寫報紙已經寫了十年了 年輕時候還好 現在老了 很多時候沒什麼靈感 於是 例如 這份今天是新鮮滾熱辣的 今天是出的 就是講這個 WARHAMMER 相關節目都有錄到的 大家可以在這個玩具的播放列表 可以找到的 我寫稿就很嚴重的 我沒有雪茄和沒有酒 我就沒有什麼靈感 所以現在變成一個習慣 基本上我一寫東西 就一定會吃雪茄和喝酒 先分享一下 吃雪茄 首先有聽眾 那次有問過 我可不可以說一下我最喜歡雪茄 可以的 先解答一下 哈班拿是什麼呢 哈班拿是古巴的一個城市 等於你發覺 香檳 香檳其實是一個地方名 不是一個牌子 大家不要看到 這個H字頭 就以為是一個雪茄的牌子 不是的 好了 就看看 好了 這裡有些雪茄 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 羅馬歐朱麗葉的雪茄 這個很棒 為什麼呢 因為面倒上面寫著什麼 TRECURY TRECURY是什麼呢 邱吉爾 為什麼我會吃雪茄呢 其實原因就是我的偶像 那就是誰呢 沒錯 就是他 邱吉爾 就是英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首相 那邱吉爾呢 是我從小到現在的偶像來的 他是很傳奇的 那他又是一個叫做貴族的後代 騎士世家的後代 他從年輕的時候就參軍 那另外呢 他是做過這個叫做專欄作家 那做過戰利記者 那也都試過做戰夫的嘛 走掉了 他很傳奇一身的 那他真正呢 他成名 以及他叫做 上人生巔峰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那他就出任這個英國首相 那相關電影 大家看看 一看呢 Garry Oldman 拿了奧斯卡兄弟那一套 叫做Darkless Hour 至暗時刻 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他是偶像來的 那他有很多名言的 那另外他最講為人知 他就是世界上最出名 吃雪家的人來的 那另外 當時二次世界大戰 另外一位的英雄 那他王子兄弟 這個誰呢 沒錯 美國羅斯福總統 那關於這些 就是世界大戰軍事的事情 有聽眾想我講 遲些會講的 那這個羅馬歐珠麗業 就是他最喜歡的牌子 那所以呢 亦都是以他為名 就是叫休吉爾雪家 那其他呢 雪家有不同的尺寸 那有不同的種類 那說著名牌 和時間越來的 是越貴的 例如一些可能 說著 18年 20年雪家 其實很貴的 和未必可以買的 那這一盒呢 就真的是我的珍藏來的 那如果一刻你跟我 就是 開會或者見面 我拿這盒來招呼你 那代表你 在我心目中 是超級有地位的 那 那基本上呢 存放雪茄呢 就是用這些叫做雪茄盒 那有時候你 就是吃得多 都會剩下的 那另外呢 可以去買一些 就是上網都會買這些雪茄箱的 那都是要 放包防潮珠 一定不能在濕的環境之下 來儲存 那雪茄呢 跟那些美酒一樣的 是可以擺放的 那另外呢 那要說一下 那雪茄呢 和煙仔有什麼不同呢 那有很多聽眾都問 那第一 煙仔呢 就是你要吸入肺的 你是吸入體內的 雪茄就不同的 你只是留在口腔的 那還有呢 你吃雪茄的時候呢 基本上呢 和煙仔有什麼不同呢 因為它沒有化學物質的 那它就不會 理論上不會上癮的 那當然 就是關於這個上癮 其實是人性上的事情 你做什麼都可以上癮的 那就是 例如最近 經常講到一個話題 那些男明星那些 什麼性上癮 那其實 你有很多東西呢 就是你喝可樂 你都會喝過上癮的 對不對 就是喝汽水的 那所以呢 其實上不上癮呢 看個人而已 那但是始終它沒有化學物質的 那所以嚴格上呢 它和肩制有什麼不同呢 如果你是練武之人 它不會傷到你的氣門和中門的 那另外雪茄是有提神的作用的 那麽例如你開會也好 怎樣也好 都是很多時候 食之雪茄呢 很有助去 你去想的 那還有呢 就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男人的世界呢 你數得出的 一些左右世界大局的人 譬如我剛才所講的 邱吉爾 那另外他的兄弟 羅斯福 那 史大林 那另外 譬如說 大高諾昌君 那基本上 這些叫做一方的英雄呢 他們都是吃雪茄的 那當然啦 邱吉爾就是 最瘋的那個 他就要雪茄和酒 是不會離身的 那所以 譬如你說 我吃點煙仔 其實你作為一個男人來說 沒有這麼帥的 你年輕的二十多歲 還好OK的 因為你英俊 年輕嘛 你上年多 吃點雪茄呢 感覺是不同很多的 就是 我自己覺得 雪茄是一樣有質感的東西 我常常都很喜歡一些東西是有質感的 剛剛講完我最喜歡的牌子 就是這個邱吉爾雪茄 就是這個 朗貓朱藝業 其次就是一個 講講庫希巴 庫希巴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雪茄牌子 它的地位等同手錶路歷史 庫希巴也是古巴的 它有不同型號的 不同的長度粗幼 年份 基本上庫希巴這個牌子 是世界上雪茄來講 真是最著名的 也有聽眾留言 它是吃開這個 庫希巴3號 另外 講講一些大家出名的牌子 這個是什麼呢 Derekdorf 大衛道夫 都是世界上都很出名的牌子 這個就是大衛道夫的 標誌 有聽眾問 如果它是剛剛學食 不想浪費貴的東西 有沒有便宜價推介呢 其實是有的 譬如我剛剛所講的 庫希巴其實它都有出一些 叫做一盒盒 合裝的 合裝的雪茄就不止庫希巴 例如 不一定是古巴的 譬如瑞士也有的 這些是瑞士牌子 另外這個我平常吃開的 這個是德國牌子 這些叫做合裝雪茄的價錢 就不會貴的 另外有個好處 它已經處理好給你 就算你沒有雪茄剪的情況下 你也可以吃的 什麼叫做雪茄剪呢 雪茄剪就是這樣 這個就雪茄剪了 基本上你吃雪茄之前 一定要自己剪的 那怎樣剪的呢 很簡單 我例如拿個比喻 這一枝雪茄剪的時候 你剪後面這一部分 就不要剪得太前 也不要剪得太後 就剪這一部分 如果你自己不懂 開頭就算剪錯了 不要緊 就照吃 因為雪茄來計 其實就算我當你剪得太後 好像開頭不懂的 都可以照吃 沒問題的 如果你發覺吃的時候 通氣性不好 就拿一些針 或者最簡單 拿一支萬字夾 整直它 就在頭上 直到雪茄的體 就叫做刀一刀 通氣 就可以照吃 另外說一下 雪茄剪 有時候大家出去的酒店 那些雪茄吧 它都會有提供的 但是雪茄剪 通常它這些叫做 例如這個雪茄剪 就是澳門 某一個大酒店提供的 你在那裏幫你吃雪茄 它就給你了 那這些通常 第一買廣告 第二這些雪茄剪 不漂亮的 那它呢 什麼叫不漂亮呢 它不夠鋒利 所以大家買雪茄剪 其實是否看到 外面雪茄剪 大佬 便宜的又說幾百元 然後貴的又說 即是有些雙金雙銀的 然後移動又說 萬幾兩萬元一把 是不是真的需要這麼貴呢 其實不需要的 我這一把雪茄剪 這些普通東西來的 我沒有記著台灣出的 那這把剪都是 百多元 雖然又不是說 什麼梨花木 又沒有雙金雙銀 有的 即是我都送過一把梨花木 是銀的 就送給我的叔叔 我自己用來切東西 最重要是你看到 有鋒利 還有 你去用的時候 順手就可以了 即是工具的東西 不一定說 要用到頂班 那你有錢 就用頂班 就像我那些窮人 就用一些便宜的東西 那吃雪茄 就用這個 叫噴火的火槍 細枝的火槍來點 另外 如果你吃一些貴價東西 就要用一些雪茄火柴 它寫明的 Siga Match 就好像這個 是Kohiba出的 那就是一些雪茄火柴 另外 如果你吃一些 叫做真是很美 很貴價的雪茄 這支是什麼呢 這支不是雪條棍 這支是松木 拿一些雪茄盒 剪下來的松木 點著它 再點著雪茄 那你就不會破壞到 一些高級貴的雪茄的味道 另外 儲存雪茄方面 就去買一些 這些叫雪茄盒 這些是給你 袋在身上的 就像煙盒一樣 那它裡面 其實你發覺 都是木來的 叫做是保持著 那這些隨時帶著 在街中 就抽一支出來吃 那我剛才說 如果你合裝 那些便利裝 它幫你剪了 那你不需要說 帶著雪茄剪在身上 也好 那這些是方便你吃的 那這個雪茄盒 你一定要有 那因為是 第一有保護性 第二 雪茄呢 始終是會受天氣影響的 那這些雪茄盒 是很好的 那還有 一個都夠你用很久了 那我自己就喜歡啡色 那所以選了一個是啡色皮 另外當然有中式 卡其式 那甚至乎有些很流行的 就是那些好像跑車那樣 那炭纖紋 那些當然會貴很多 那其實這些用具都是 隨心就可以了 不需要說 全部都是 你去到嚇到你 什麼買個雪茄盒 又說一萬元 幾千元 買個雪茄盒 用來大的 用來防潮的 又說幾千元 然後買過這些 叫做 帶著 那些雪茄盒 隨心雪茄盒 然後跟你說 又說要一千兩千 其實不一定的 就是 大家看自己的需要 就好像我這些窮人 真的用便宜的 那就分享了 這盒 就是我一位 人生很重要 很好的兄弟 阿森哥送給我的 那這一盒 當然也是古巴雪茄 那有什麼特別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盒 它裡面每一支是獨立包裝的 是用玻璃來分開開的 另外每一支是獨立編號的 那所以呢 這一盒雪茄是價值不非的 那這一盒雪茄是我的珍藏 真的不捨得吃的 每一支獨立編號 很漂亮 而且你發覺每一支 那個形狀都不同的 有些粗一點 有些幼子 有些是短一點的 為什麼呢 它全部是那些 叫做Master 即是雪茄的師傅 是銀手包的 你說獨立 拿玻璃來入住 都少見的 那大家最常見的 就是這一種 有金屬的入住 然後呢 這些也可以用來做儲存 那如果你說 喂 我這些吃完了 不要丟了 真的 留你了 拿來放雪茄 雪茄呢 你未吃完的雪茄呢 你是可以呢 是 等它自然風乾 放在這裏 它自己會熄的 它沒有化合物質 它自己會熄的 熄了火之後 你可以放著 然後呢 在這個24小時內 可以吃完它 不要放太久 其次 拿雪茄呢 有兩個手勢的 一 這一種夾著 這是什麼的擦法呢 這是英國人的擦法 那麼 這樣擦的呢 這種呢 是什麼擦法呢 德國佬和美國佬 喜歡這樣擦的 基本上呢 自己擦得舒服 你喜歡怎樣擦就怎樣擦 沒有說什麼特別正不正宗的 就是和你擦酒杯一樣 那你拍戲呢 見到那些人經常這樣擦 那這種擦法呢 其實 我不敢說錯啦 但是其實 不是這麼正確 那因為你的手的溫度 影響到那個酒杯的嘛 對不對 那正確擦法呢 第一 擦它下面 擦它下面這個 不要碰到那個杯 這個是第一個正當的擦法 那第二個擦法呢 就是擦下面這裏 這個呢 就是第二個擦法 不關事的 今天不是說酒的 不過順便說一下吧 大家一定會問的了 吃雪茄 應該配什麼酒呢 這樣 威士忌 威士忌又 是夾雪茄就一流的了 威士忌又OK的 所以呢 威士忌呢 也都 大家看牌子 看你喜歡喝什麼 不一定說是 名牌就漂亮的 那麼 也都呢 麥卡倫 很多人喜歡的麥卡倫 其實都是一個好選擇來的 麥卡倫 我重申一次 今天我們不是說酒的 今天是說雪茄 不過現在說一下 有什麼可以配雪茄 麥卡倫呢 那麼 雪梨桶 雪梨桶是很好喝的 那麼 大家呢 可以試試 還有剛才那支呢 就是響 那就是日本的響 那另外呢 雪茄呢 和咖啡是很配的 如果你是有機器 有時間 有工具 冰滴咖啡 就是一流的 那就 不要加糖 不要加奶 就這樣 就這樣喝而已 那另外呢 我每天都會喝黑咖啡 那麼 今天呢 也都和大家分享一下 UCC UCC的黑咖啡呢 它那個咖啡豆呢 做出來的味道呢 就反而沒有它 這個普通呢 這個牛奶咖啡 這麼好喝的 因為呢 UCC最經典的牛奶咖啡呢 就是我最愛來的 那麼 很棒啊 很好喝的啊 那麼大家要試一下 那麼 另外呢 黑咖啡呢 我喜歡什麼呢 我自己喜歡喝 喝這隻了 阿沙希 那麼就 跟啤酒 那個牌子一樣的 WONDER 那WONDER呢 這個極啊 黑咖啡呢 用來襯雪茄是一流的 因為它那個味道夠香 又濃度適中 那麼剛剛這個WONDER呢 其實它有時候都會有些特別版的 極啊 好像這個呢 就是海賊王特別版 那麼最近呢 大家去一些日本超市都會買到的 因為這個是今年的限定版來的 我已經喝了一箱了 那另外有一隻推介給大家 那麼這隻呢 蛙 蛙 蛙魚鳥的蛙 就是萬波的日文名 蛙魚鳥的蛙 那麼這隻呢 那個價錢稍貴的 那麼 是Pocker出的 那麼 這個呢 Pocker和UCC 就是兩大的日本 咖啡的集團 那麼 那Pocker這隻呢 那個味道比較淡一點 那麼 但是相對呢 你拿來吃雪茄呢 其實都對的 那麼就呢 這三隻呢 都是適合搭雪茄的 那麼我個人都說了 我最高評價就是中間 Wonder 極啊 極這一隻 Azahi出的 那麼其次呢 就是這個 UCC 和Pocker 兩隻黑咖啡並排 當然啦 如果是女性的聽眾 你黑咖啡覺得太苦的 那麼就要一些甜蜜的 就喝這隻 UCC最普通 最普通的牛奶咖啡 是最好喝的 那些什麼很貴的 那些呢 那些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 金妝啊 那些呢 浪費氣 其實真的不行 今天呢 講雪茄就差不多了 對不對 那麼 吃雪茄呢 位置都很重要的 那麼 跟朋友聊天 跟兄弟一起摸杯底 那些固然就好 另外在戶外呢 我很喜歡 對著教堂 一直欣賞著 這麼漂亮的竹筋 一路吃雪茄 是一種 很捨義 一流的 戶外吃雪茄也都正確的 因為呢 室內呢 如果有一些 頂不順的 小朋友 是女士 那就是 他們會不斷罵對非天 所以我現在都不敢呢 在室內吃雪茄什麼 除非談大生意 如果不是真的不夠膽的 如果不是 你吃一枝雪茄的 那個後果就很嚴重的 大家記得訂閱 和支持司徒文俊頻道